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 IFS68财经学院出品的 免质操盘必读 我是IFS68财经学院的分析师 那么昨天的免指数继续维持强势价格 那么创出了近期一段时间的小高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目前来看的话 免指数的市场情绪还是比较的强化 但是随着免指数不断价格往上去 逼近于上方的一些压力的话 我们也不建议再去追多单了 那么即便是去做多的话 也是按照一些回调之后去做多的思路 那么对于非米货币跟金银的话 其实我们会看到 那目前的话 比较典型的两个反弹的品种 是英镑和澳元 那么欧元的话 其实到昨天的话 还是再度的往下去创了个小地点 那么纽约 那么也是不断的 那么偏于弱势下行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对于非米货币的话 我们今天还是重点去关注一些奇吻 比如说英镑的话 昨天我们在1.2870附近的话 是关注了价格手续去触碰到周线强支撑附近的一波反弹 那目前的话 昨天应该是有在1.2930的附近 那么我们的同学可能有减仓了 现在的话 依然是可以去持仓 那么往下去看一下1.2990到1.30的区间 而像澳元的话也同样 虽然说昨天在小时级别的压力附近回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又有重新收回来的迹象 那么跟英镑和澳元两批种走出其实很像 它都是在触碰到了小时级别的压力之后回落 但同时回落都没有创出新低 所以说我们都是可以关注今天的 那么澳元和英镑的反弹 那么澳元进一步的压力位置的话 在0.6730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可能还是一定的多 我们说空头的一些打压 不过从走势来说的话 这一波对于澳元和英镑的话 包整个的分米货币 其实我们都会关注反弹 而反弹之后的话 到一些强压力位置附近 我们可能会关注再度做空的机会 但对澳元来说的话 目前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去 关注的两个位置在0.6730和0.6820 这两个位置的话 可能根据一些K的表现去看一下 哪个位置可能会更加的适合 我们去布局一些空话 那么对于澳元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昨天关注的是 1.0920到1.0950 这个区间的一个起稳情况 但是基本上日内的话 包括整个的欧盘时间段 都没有出现像样的起稳 那美盘的话再度回落 回落到的话 现在的话 处在了1.0915附近了 那对于欧元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 如果是后续 欧元想继续去延续 从去年9月份开始 这一波拉伸的话 那么它必须要守住 接下来的 比如说从1.0920 再往下的话 可能是在1.0880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是被跌破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又会陷入到一个 这个周线和日线 那么同时下行的一个 状态之中 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今天的话 还是会重点关注一下 能否在欧元 澳元女元的一些带动之下 出现一些 欧元的一些板弹 那么欧元上帮的压力的话 去关注一下1.0950的位置 那么1.0950 如果能够被有效上破的话 我们可能会看向的位置的话 在1.10的位置 1.10和1.1060 这两个位置的话 我们会重点关注 价格的一些空 那么另外的话 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话 其实今天早晨 老老师在早晨8点多的时候 已经给我们同学 去讲到过了黄金了 其实黄金的话 从走势来说的话 1575的位置 其实还是有很强的压力的 包括从K线比较来说 也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有可能会 那么出现一个下破 重点关注的就是 1568到1570的支撑 那么我们会发现 从目前来看的话 价格在次是这样的支撑了 而如果是一旦是支撑 下破下去的话 那么大家就要警惕 这一波的黄金 要往下去次是1558的位置了 就这一波上行的一个支撑位置 58位置附近了 那目前来看的话 到达了58附近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否有一些 那么起稳的迹象出现 那么对于中间的这一波 比如说下破了68附近的一个短多的话 要不要去抓的话 其实我觉得 看一下自己的盈亏比 因为假如是有的同学会认为 我这一波只是往下去看一波小的 比如说8美金9美金的一个目标的话 是值得去尝试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关注一波短空 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去 介入这样的一个空的话 你就暂时去观望 其实我个人的话还是认为 那么当小时跟4小时级别 有效突破的话 那么一波下行的空间 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那么58的话 作为首要的目标支撑 如果是58没有出现企吻的话 可能再往下去看一下前提 这是黄金短线之内的话 1575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压力还是很明显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出现回落的话 其实今天走是很关键了 因为经过了下跌之后 我们会发现 逐渐出现了连续三根K的反弹 而这一根的话 假如是一根大阴线 直接跌下来的话 就可能会改变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反弹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说对于黄金来说的话 我觉得目前的68到6768附近 这个支撑的话是非常关键 那么昨天的话 其实我们关注过价格回调 这个区间的一个低多机会 但是会发现昨天的话 应当是也是小幅的测试了一下 但是没有完完全全的 我们说昨天关注的应该是在67附近 留意到这个位置的回落 然后就没有去介入多单 去抓这一波 我觉得错过了 也就没有关系 今天还是去关注一下 在目前的这个6768附近的K线收线 看是直接击穿 还是那么再多拉回来 那么这是黄金 可以说处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多空的分水的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还是在这个位置附近 基本上就是在68到70 10小时跟4小时的两个均线的支撑 那么被击穿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往下去 看一波58位置附近了 那么白银的话 思路跟昨天是一样的 就不再重复了高空和低息的思路 另外的话是像纽约 纽约的话我们现在厌室选择高空 反弹之后反弹0.6470附近的一些高空机会 原油的话 我们昨天还是有关注价格的一波反弹 比如说在50下方的反弹 那么会发现 其实从走势来说的话 昨天虽然说又再度的往下去回落 但是前低支撑还是完好无损的 那么49.50的支撑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短线之内的话 如果是有多单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展示去持有 然后去关注一下 昨天的高点的位置在50.35的位置附近 那么如果是50.35到50.40这个位置被有效上破的话 我们接下来可以去看一下的位置的话 在51.80的位置附近了 这一波多的话我们还是在关注 而且我们可能会关注51.70 80的位置被上破之后 有一个更大的反弹的空间 那么这个是原油 另外的话看一下这个美加 美加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 从大级别来说 它已经到了震闹区间的上原了 1.3340附近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附近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下行的一些风险存在的 那么我们如果是重测本事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小时级别的两根均线的支撑 那如果是小时级别的均线支撑被跌穿的话 那么这一波的美加的话 可能要去测试一下1.3255的位置了 所以说从小时级别的下坡到4小时的一个支撑的话 这个空间你看一下 那么你是否愿意去抓这样的一个下跌 那么对于后续的话 其实目前的整体的走势 无论是美元还是每日每日跟美加都是偏多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想介入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些回调之后的一些做多机会 比如说当回落到了1.3255的时候 你可以关注一下一些短多 那么包括像后面的1.3175的位置 那么后续回落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多端起稳的位置 另外的话是美瑞跟美日 美瑞和美日的话 目前我们都采取一个低多的思路 跟昨天的分析是一样的 另外的话是欧棒 欧棒的话其实我们这一波也是关注了一些多 但是发现昨天因为英镑率先去反弹了 欧元还是没有特别大的反弹的这样个迹象 所以说导致了欧棒往下去下行了 那对于目前的话 如果是大家继续去看这一波欧棒的底部的话 那么可以去关注一下0.8420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能会重点去关注 如果是你没有空单介入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有再度的去那么看多的一个机会 如果是目前有多单在的话 你就带好正常的止损去持有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是欧瑞的话 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关注 目前的话是在正当区间之内 还没有完全的破位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要去关注一下 1.07到下方的1.0660 那么这个正当区间的破位情况 那么行情的突破的方向 那么就是接下来行情要走出的方向 目前的话如果是我们还有多单在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持有的 因为现在波动不大 那么你即便是持有的话 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 所以说暂时就还可以去持有 今天的话重点去关注的基本面是 那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那么参议院的一个半年度的证词 去重点关注一下 然后英镑方面的话 去重点关注一下英国的 那么在下午欧盘时间段 所公布的GDP数据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各品种的走势 另外的话对于股市来说 其实我们会发现还是很强 我们在昨天也给大家去分析了 从四个方面去看美股的话 其实短线来看顶部的风险 其实这个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低 所以说对于美股来说的话 我们后续可能也会去关注 但可能会更多采取一些右侧的机会 去避免一些那么不断去抄顶的一些风险 好那么这是我们看到歌评的情况 也是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 对于美股的风险